当然,多彩中也有怪异 将女童柔嫩的双脚用布紧紧裹住,使其不能正常发育而形成小脚 是从宋代盛行起来的一种畸形神美风沙 众多女子为了这种残酷的美,牺牲了正常行走的双脚 中国服饰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钟曼天先生曾对这种现象做了多年的研究 就是我们说的四寸到三寸之间叫做银脸 比四寸长的叫铜链,比三寸小的叫金链,所以叫三寸金链 文化多元是宋代的特点 与宋朝同时存在的辽、金和西夏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他们用武力占领了宋朝的大片疆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他们在延续本民族文化传统时,也汲取着汉文化的养分 同时为中华文化的宝库,也增添着新的元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党将族原居住在青海东南部黄河河渠一带 他们逐渐向周围扩张 于公元一千零三十八年建立了位于宋辽之溪的西夏 这些考古发现的壁画和彩塑 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党项人的茁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制造型提供 彩ез她才栩 1955 它已经疯 produkt了 雪 正好 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